这次疫情的过程中 大家到现在为止 应该越来越容易看到一点 就是疫苗不容易研发 疫苗远比人们预想中的 来的可能要更迟一些 那么在这一时刻呢 我们没有看到太多的政治人物 知名的人物 死于这次疫情 有一些人据说得病了 但是很快他们就好了 大家都在想 是不是中共有什么解药 通过私下的一些方式交换出去 交换了利益 交换了在英国得以开放5G 甚至交换了更多人 对共军的容忍 随着这些猜测 大家又可以把目光重新回到 由金银潮医院传出来的一个做法 叫血清疗法 上一次非典 2003年就出现过这种疗法 但是宣传到一定程度 就战畅上来的这种疗法 这是一个中共的拳头产品吗 其实你要好好看一下 应该知道 它来自于一百多年前 1890年 德国医生贝里和他的日本同事 贝里财三郎 他们在对抗白猴的时候 发现了血清疗法 血清疗法有明显的优缺点 我们现在可以回忆一下 从他发现到现在 为什么没有成为一种主流的治疗方法呢 那可见 他的优点不大 缺点不少 但今天其实他非常重要 重要到只能在小众范围内推港 他会挽救一些 党和国家必须要挽救的人物 当然在中国以外的社会中 可能是有知名度的 有家族背景的 有钱的 他是怎么运作的呢 什么叫血清疗法呢 其实我们可以看一看 它背后到底是什么 血清疗法其实说起来一点都不神秘 它是在康复的患者体内 提取抗体 然后注射到你身上 让你形成一个被动免疫 它的好处是 你不用等到真正感染上疾病以后 再去苦苦的扶持你自身的机体 形成抗体 你是利用一个外来的 直接就给你装上了一层盔甲 让你能够抵抑住 疾病对你的入侵 尤其是这种大灾大难 它的缺点也很明显 第一个 抗体注射到你身体内 三十天内 它就会降解 也就意味着 你要不停的注射 第二个 它有可能会带来一些其他疾病 因为抗体来自于恢复的人群 而这个人群 你不能确定 它有没有其他疾病 或者说 你注射的抗体 是不是对你真的有效 所以它其实也有很多麻烦 但是这个麻烦 随着日新月异的科技成果 逐渐正被攻克 我们都知道 这次疫情刚刚爆发的时候 日本有一家制药公司 前期曝光了很多丑闻的一家公司 叫五田制药 创立于1781年 有两百多年历史了 那么它进入了中国 它正在研发一种药物 它把所有的抗体 都给你收集起来 然后进行损化 排除了所有已知的基础病 让你能够放心的使用 那么中国有非常明确的 已经康复的人群 日本有相应的技术 两者一结合 可以打消你的 基本的这种顾虑 可以放心的使用 但问题还是有 没有基础病的 相对健康一些的 已经从疫情中走出来的人 是有限的 想用血清疗法 用提存后的血清 需要重复注射的 这种短时间有效的血清 来挽救整个地球70亿人 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把他们的血抽干 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所以供需就产生了断层 那即便有了血清 也是为所谓的高端人群服务 是吧 这个就是中国不再宣传 血清疗法的原因 因为它有更深的 涉及到国家利益的 涉及到外交层面的一些交易 到今天为止 你不能确信 这种疗法被放弃了 但是它肯定不会出现在公众面前 它形成为一种戾气 在疫苗出现之前 来挽救一些非常惜命的人 或者在政治上 在经济上 在对国家大政有一定影响的程度上 当然也有可能直接交换了一些经济利益 这就是大众不可能非常迅速的得知这些消息了 其实不仅仅是在中国 在日本有人关注这些事 美国有两个大学的科学家 也发表了类似的论文 三月份就发表了 康复者的血清可以为恢复期的人们提供更多的保障 它的优缺点从一百多年来 大家一直都能认识到它 只不过今天 在这一时刻 连器官移植都变成相对比较正常的事件了 还有什么是人类不可逾越的道德界限呢 世界卫生组织昨天刚刚宣布 人类不要认为感染过一次疫情就终身免疫了 这个道理其实不需要你讲 每一个选择血清疗法的人都深知肚明 他们有自己的医学顾问 他们有足够的心理准备 他们能打第一针血清 就可以准备一年的 两年的 一直会 熬到疫苗出现 他们有足够的财力和影响 来帮助他们持续的获得血清 本质上来说 他们也会受到血清提供方 所带来的一些条件的制约 我们看到许多老不死的 他就是死不了 每一次重大的事故 他们都能熬过去 其实人们不要去 自知以求的再找 有没有解药 就像我们经常在武打片里看到的一样 即便有解药 它也是分阶段的 三天吃一粒 五天吃一粒 七天不吃就得七窍出血而亡 血清疗法 他的痛苦就在这 你即便排除了所有的副作用 他也是要定期注册的 因为他得之不易 因为 无论你是否康复了 你身上的血也就四公升 无论你用什么样的方式 你都不可能把这种方法 扩大化 所以他的受众一定是很小众 而且人们 很难压抑出内心的疯狂 而表面上 又不愿意去谈论他 我们今天看到的不是一个 医学上的问题 他干涂人与人的平等 是否平等 平等是否真的存在 在面对 死亡的过程中 人能不能 用钱来买世界 这些问题 我知道大家都不愿意谈 甚至也不愿意听 所以我选择在 中国的生意 每几个人还醒着的时候 发这个视频 我只是希望大家知道一点 在这个世界上 总有一些我们不愿意听 不愿意看 不愿意相信的事物 其实它真的存在 好了 祝大家晚安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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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